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且在总决赛面临武魂电战队的时候 丝毫不落下风 成功地获得了冠军 在总决赛过后 习惯也要分开了 五年后习惯在下雨时 每个人的改变都很大 而在这当中改变最大的被他们三人莫属了 首先是唐三 在这当中 唐三的挺面的蓝衣黄雪每位真正的觉醒 直接继承了母亲的美丽 加上后面杀戮制度的杀技 加上姑姑唐月华对于气质的信念 唐三无论是外貌 实力方面 都有翻天覆覆的变化 初次见到很多人 都没能认识唐三来 可见变化之大 其次就是奥斯卡 奥斯卡自从知道了气贸流利中的规矩后 为了提升自己的战斗能力 只剩一人 千万几百平原 中间多次面与生死 唐三再次见到奥斯卡很吃惊 无论是在战斗 辅助能力和外形气质 都大幅的变化 连上海都得一道伤疤 那时候到斯卡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辅助系魂师了 变化最大被小五莫属了 小五自从暴露身份之后 吴魂念一直没有停止找寻小五 小五原本是从十万年魂兽修成人形的 小五年后 吴魂念再次被杀小五 而小五为了不让自己被击杀 以及保护唐三 自然献剂成为了唐三的魂魂 在相吃断藏红的帮助下 小五成为了一只没有意识的兔子 大家见到变成兔子的小五都很干伤 最心痛的就是唐三了 五年后刚重聚 就精力的生死为别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在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